今天是青的新韵草工作室手作教学课程第44堂课 那上一次呢我们曾经跟各位分享过郁金香的制作方式 那今天就要把它做一个延伸了 因为郁金香花朵 它可以使用这种叫郁金香花串的方式 然后成就一个钥匙圈 所以带出去呢你的钥匙圈就是很与众不同 你有郁金香花的那个饰品的搭配 OK那今天就是把上一堂课 43堂课的作品做一个延伸 好那我们今天要准备的动作的东西呢 就是第一个是8乘10公分 短边8乘10公分的布要6块 因为我们这一串是6朵花 这串是6朵花所以我们要6块 8乘10公分的布要6块 那另外我们需要一块20乘12 长度是20长度是20短边是12 长度20短边12的布要1块 那接下来我们要一个那个钥匙圈的皮绳 加上钥匙圈跟钥匙扣 那记得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 我们的绳子的尾端都要打个结 我们可以透过打结呢可以预防那个 郁金香花缝合上去之后掉下来 所以这个打结很重要 那你把每一个上面的结都打完 就准备工作完成了 好那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需要拿到的是这个8乘6公分的布 那我们短边正面相对 正面相对短边车缝 正面相对短边车缝 好那不管是车缝还是手缝 都是可以达到它的效果的 所以各位不用说 因为没有裁缝车就放弃这样手做 其实手缝跟车缝一样都可以达到 好当我们缝完这一直线之后啊 用手稍微压一下 然后把它对折 对折以后捏着 捏着以后呢把它翻过来 透过翻的动作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作品很快速的 让它线对线 好那对完之后呢 我们就使用平针缝的方式 使用平针缝的方式 把我们的线有毛边的这个部分 不是对折 不是对折的那一边 把它平针缝起来 那记得只能平针缝 因为等下要收口 所以如果你不是使用平针缝的话 你那个口会收不起来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收口 那收口完成之后啊 我们就把线尾 把线的那个应该是说线头放进来 线头放进来可以看得到 线头放进来 好拉紧 把它拉紧 OK拉紧以后呢 以对针缝 对针缝就是穿过你的布料 跟中间那一个带子 以对针缝的方式 把它多缝几次 让我们的线跟中间那一条 我们的布跟中间那条线 可以很搭的搭在一起 不会脱掉 那等下翻过来效果会比较好 好那我已经打结了 打结剪线 好我要打结剪线 打结剪线完之后啊 我们就会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布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其实会像一个小铃铛 上一堂课我们有讲到 要翻过来就像一个小铃铛 我们在这小铃铛里面可以塞棉花 也可以塞铃铛 塞铃铛都可以随各位 因为这朵郁金香花 你只要让它鼓鼓的 看起来就很可爱 所以你可以把棉花塞进去 那也可以塞稍微大型一点的铃铛 那它出来的效果就会不一样 好那我们就要把那个花的开口 收缝起来了 好那我们呢就直接棉花塞进去 那我们接缝点放在中间 接缝点 接缝点在这里 接缝点在中间 好我们第一针 先从这个接缝点先收起来 先把这个接缝点固定好 好接缝点固定好之后呢 再来就是要一针 然后收 好那另外这边呢 一样把棉花塞进去 然后一样要一针 好 把它收起来 就会完成我们这一朵郁金香花的一个收的部分 那收完之后呢 你可能会觉得有棉花怎么样的 就稍微把它压一下挑一下 好那完成这个位置之后呢 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我们在中间可以缝上一颗珠子 可以缝上一颗珠子 缝上一颗珠子 大家可以看得到缝上一颗珠子 那你那个玉金香花的立体度跟整个完整度 那个珠子可以遮我们的缝线 所以整体上会比较好看 那当我们完成之后啊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串 六朵都要做 那做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串 那个花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 这一串花已经完成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这个蝴蝶结 做这个蝴蝶结 蝴蝶结怎么做呢 我们刚才有讲到 我们有个20x12公分的布 好先将布对折 先将布对折 我们先对折一次了 再对折一次 让它变成很细很细的细长条 然后再把细长条对折 好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边是有线有布边的那一边 这边是没有布边的那一边 那我们有布边那边不能剪了 我们要剪是有 有布边的这一边 而不是这种对折的这一边 好怎么剪呢 不用客气 就剪了一个小弧度下去 好有一个小弧度 好我剪了一个小弧度下来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先给各位看一下 有一个小弧度 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有个小弧度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剪中心 中心点的部分呢 我们希望它瘦一点 那我们在绑的过程中 它就会比较好绑 所以呢它瘦一点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下剪刀 瘦一点 瘦一点哦 一点而已哦 没有瘦很多哦 好 然后把它剪成这样子 各位看得到 这边有剪到 然后弯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是接缝点 完全不可以动 因为你一动的话 这个地方会出问题 好那我们剪出来就长这个样子 有点像狗骨头 好那我们正面相对 我们正面相对 沿着它圈缝一圈 圈缝一圈的时候啊 沿着它圈缝一圈 记得留反口 反口留在中间这个位置 不用留大 因为我们如果你布是薄的话 就不用留大 你只要留大概是 三公分的空间就够翻布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车缝了哦 车缝这个外围一圈哦 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 车缝在制作 我们沿着这个外围车缝一圈 那车缝的过程中 大家自己可以去控制 那个叶形的改变 如果你觉得你的叶子 要胖胖的也可以 要细长的也可以 完全是随均所好 那记得反口 大概就是只留三公分就好 因为你反口留太大 后续问题会 就是你还要做收口缝 如果你不要做收口缝的话 你留小 实际上就不用做收口缝的 好那我们已经车缝完一圈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车缝完一圈之后 我们就要翻面了哦 从反口的地方翻面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透过 反口这个地方翻面 好那我如果没有 小帮手的时候 我是手伸进去压着它 然后把它推出来 推出来 这边就会很完整的出来 那如果你有电运斗 也可以透过电运斗 烫一下增加它的那个平整度 好那另外一边一样哦 也是把手指头伸进去 没有小帮手的条件之下 这个方法其实是还蛮好用的 把它放进去推 然后呢稍微把你所有的步边都推出来 因为推出来它的立体度才会够 好你看我都是把它用推的把它推出来 那如果你能够用裁缝车 用那个电运斗把它烫一下呢 的话它的平整度就会比较够 那有些人喜欢它立体一点 就沿着外围 沿着外围车缝一圈 那像我喜欢它砰砰的样子 我就不再做压线动作 喜欢的朋友可以做压线 不喜欢的朋友可以不做压线 那再来呢把它对折 我们要绑上去了把它对折 把它对折 对折绑上去会比较好绑 因为这个地方变细了会比较好绑 好那绑在哪里 绑在这个位置 有看到哦绑在这个位置 那就很简单的就是打一个结而已 很简单的把它打一个结 然后呢在收尾的过程中 记得要把那个结稍微拉平整一点 因为你越平整 你的蝴蝶结的风味越油 如果你歪七扭八了 有时候你打出来的那个蝴蝶结 漂亮度就会有差 所以大家可以调一下 OK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打完结呢 我们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又很漂亮的一个 钥匙圈手作钥匙圈 然后呢这是郁金香这朵花 手捏花的一个作品延伸 那希望各位能够手作愉快 那今天清的幸运草工作室 手作教学课程第44 试堂课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手作愉快 拜拜